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我独自守着鲜花和妻子最爱吃的川菜 一整晚 我没有等回妻子 却看见她搞艺术的前男友更新了朋友圈 感谢宝贝陪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作品配图 是妻子裸着身体 摆出模特该有的姿势 那一刻 我心如死灰 给她的朋友圈点了个赞 随后默默打电话给律师 连夜拟好了离婚协议 哎呀 累死我了 老公 快给我揉揉肩第二天一早 妻子拖着疲惫的身躯坐在了我的身边 给人家当了一碗的模特 摆出了各种姿势 当然会累 我喝了杯牛奶 没有理会 她察觉到我情绪的一样 马上话锋一转 对了老公 昨晚孙超有事找我帮忙 所以就回来晚了 忘了给你发微信了 你不会怪我吧 昨天是什么日子啊 你怎么做了这么多好吃的 看得出来 妻子不饿 或许是因为愧疚 所以她还是拿着筷子 勉强地吃了几口 然后还要表现出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 给我看 老公 你的手艺还是这么好 我放下杯子 淡定地看着妻子 柳如烟 我们离婚吧 我和妻子是发小 从光定的时候就在一起玩了 她从小就很依赖我 对我也无话不说 小时候我们分享零食 长大了我们分享心事 她所有的事都会告诉我 什么父母吵架了 跟男朋友分手了 她喝我杯子里的水 穿我的衣服 花我的钱 都是常态 不知道的 都以为我俩才是一对 但只有我清楚 我只是一个以兄妹名义 陪在她身边的甜狗 因为我跟她表白过 可是被她拒绝了 我到现在都记得她的话 江帆 你是个好人 但是在我心里 我一直把你当成大哥哥 我们俩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我觉得太别扭了 我们就以兄妹的关系 相处下去不好吗 大部分的爱情 都死在了表白这一天 我们也不例外 我以为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应该就这样了 直到我上了大学 交了女朋友 被柳如烟知道后 她加了那个女生的微信 把我俩亲密的合影 都发给了对方 其中还有一张 是她咬着我耳朵拍的 我一下子就成了 别人口中的渣男 我当时生气地找到柳如烟 问她什么意思 结果她跟我表白了 说实话 尽管我交了女朋友 但是在我心里 没有一个女生比得上她 她一句我喜欢你 对我来说 胜过其他女生的千言万语 我看着一脸羞涩的柳如烟 我问她 在你十八岁生日那天 我向你表白过 你既然喜欢我 你当时为什么不答应我 我觉得友情比爱情更长久 所以我才拒绝了你 现在我想通了 与其把你交给别的女人 还不如我把你给收了 怎么了 你不喜欢我了 她永远这么高高在上 如同一个小公主 可她的性格 也是被我给宠出来的 我又怎么会不喜欢 尽管那时候 身边的朋友告诉我 她是因为跟男朋友分手了 觉得太无聊了 才会回来找我 可我却不以为然 我坚信 这是因为我多年的付出 才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我们的父母都是老朋友 所以 我俩的感情也很顺利 也许是我知道 这份感情的来之不易 所以我很珍惜 那几年 也是我最幸福的几年 我还记得 我25岁那年的生日 公司派我去南方出差 她瞒着我 坐飞机奔袭了2000公里 就为了给我过个生日 那时候 我在心里发誓 我这辈子非她不娶 等她毕业后 我们就结婚了 原以为 我们应该永远 这么幸福下去 直到半年前 孙超回国 一切就都变了 孙超是柳如烟的前男友 两个人当初的感情很好 所以她回国后 大事小情 都要找柳如烟帮忙 对于这件事 我挺介意的 也跟柳如烟聊过 她现在是我的老婆 他们两个应该保持距离 可她每次都用相同的借口 来搪塞我 什么我小心眼 爱吃醋 我要是爱她 就应该相信她 为了证明我爱她 我开始对她们的约会 视而不见 而她们却变本加厉 从一开始的吃饭 喝咖啡 到后来的夜部归宿 为此 我跟柳如烟大吵了一架 可柳如烟却说 江帆 我发现你真的变了 你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无论我做什么 你都会支持我的 我跟孙超已经分手了 我们现在只是朋友关系 朋友之间互帮互助 难道不应该吗 况且要不是我跟孙超分手 咱们两个也不会在一起 你应该谢谢孙超 当时柳如烟这一席话 真的伤害到了我 我一气之下跟她提了离婚 可是第二天 柳如烟就去找我妈闹了 我本以为经过这次风波 柳如烟应该懂得将心比心 有所收敛 没想到 这反而成了我噩梦的开始 她不再担心我提离婚 因为她知道我父母会帮着劝说我 除非我亲眼看见她跟别的男人上床 否则我都没办法跟她离婚 直到昨天 我们结婚一周年纪念日 我想趁着这个机会 缓和一下我们的关系 我并没有提前通知她 是因为我认为她不可能忘 结果 她真的忘了 甚至连不回家 都不用跟我打个招呼 而她不回家的原因 居然是去给孙超当人体模特了 照片里的妻子 表情妩媚 姿势性感 她原本应该把这一切美好画面 都留给她的丈夫的 可她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帮她的前男友 完成一幅伟大的作品 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 我还以为我在看见那张照片后 应该愤怒 应该发狂 可我现在 却心如止水 原来 心疼到了极点 真的会释怀一些什么 姜帆 你在闹什么 听到我提离婚 妻子异常的激动 她质问我 我不就是昨天晚上没回家吗 这又不是第一次了 你至于吗 我笑了 苦笑 因为妻子的话 让我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 其实我也有很大的问题 是我的纵容 是我委屈自己表现出来的大度 让妻子认为 她现在做一切都是理所应当 如此想来 我也没有愤怒的资格 这就是舔狗舔出来的感情的本来面目 原来你也知道 你不是第一次了 柳如烟 你是怎么做到跟别的男人不止一次夜不归宿 还这么理直气壮的 我 我不是解释过了吗 我只是帮她的忙而已 孙朝刚回国 你又不是不知道 她找我帮忙 我难道能说不去吗 江帆 你是不是也太小心眼了 她作为我的妻子 去给她的前男友当裸体模特 我倒成了小心眼 她这一指气使的态度 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 我冷笑了一声 既然如此 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 我去上班了 离婚协议今天会寄给你 然后 也不管妻子在身后如何叫我的名字 我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家门 吵架 是还想和好 而我现在 一点跟她吵架的欲望都没有了 和妻子在一起后 我始终是她为我掌中的珍宝 我们的感情也一直很稳定 直到孙朝回国 打破了这一切平静 口罩时期 妻子先感染了病毒 我跑遍了全城的药房 花高价买到了铺热系统 为了照顾她 我还请了一周的假 没日没夜地守在她身边 她当时每天都在埋怨我 做的饭菜不好吃 实际上是她自己没了嗅觉和味觉 为了让她嘴巴能尝到点味道 我只能凌晨去超市排队 只为了抢到柠檬 给她泡一壶柠檬水 总之 我为她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等她的病好了 我又感染了 可她却把我丢在了家里 要去看望孙超 我当时就生气地质问她 柳如烟 现在我也感染了 你真的要把我放在家里 去照顾孙超 她化好了妆 不耐烦地说道 你今天才第一天 没那么严重的 完全可以自理 但孙超已经是第三天了 她自己在家 买不到药 我要是再不去看看她 她非稍糊涂了不可 好了 你别这么小心眼 我晚饭前保证回来还不行 那天 柳如烟说话算话 晚饭前她回来了 但她不是自己回来的 而是带着孙超 那一幕我至今难忘 孙超像是一滩烂泥 虚弱地依偎在妻子的怀里 仿佛他们才是一对 我气不打一处来 质问道 柳如烟 你把她弄到咱们家来 是什么意思 她家难道没人了 她爸妈难道不能照顾她 没想到柳如烟的脾气 比我还大 她爸妈也感染了 再说了 她爸妈都多大岁数了 能有我照顾的好吗 我照顾你一个也是照顾 照顾她也是顺手 你发什么脾气 我听到这话 心都快碎了 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 我看 你照顾我才是顺手吧 我这个丈夫在你心里 还没有你的前男友重要吧 姜帆 你到底在抽什么疯 你就算吃醋 也看看状况好吧 你看看 孙超都烧成这样了 没有我照顾她能行吗 我当时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跟她大吵了起来 孙超却颤颤巍巍地 从沙发上站起 她对妻子说道 宝贝 我没事的 我一个人也能照顾好自己 我就说了 我不该来 你好好照顾姜帆吧 我走了 姜帆 你也别生宝贝的气了 都是我不好 都怪我让她担心了 你们千万别因为我吵架说完 她朝门口走去 结果在经过妻子身边时 她突然脚下一滑 朝妻子身上倒去 妻子将她扶好 然后愤怒地说道 姜帆 你都看见了 孙超连站都站不稳了 她还在因为咱们两个的事情自责 我真不知道你的思想为什么这么龌龊 难道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 难道男女之间没有蠢友谊 妻子不再关心我的态度 扶着孙超进入客房 为她忙前忙后 给她做饭 泡柠檬水 还把前几天给我新买的睡衣给了孙超 晚上我问了妻子一个幼稚的问题 如果扑热吸痛只剩下最后一刻了 你会给她 还是给我 她不耐烦地回答我 给你给你 给你行了吧 然后倒头就睡 那一天晚上 我彻夜未眠 不知道是因为生病难受 还是因为痛彻心扉 那几天 孙超一直住在我家 我有种错觉 搞不清楚这里到底是谁的家 而柳如烟到底又是谁的妻子 不知道为什么 孙超的病看起来比我重得多 妻子每天守在她身边 给她量三遍体温 甚至为她吃饭 明明她比我先感染的病 可她却比我玩好了整整一周 我受不了她的打扰了 那天晚上我们三个在一起吃饭时 忍不住跟她摊牌 孙超 我看你现在气色好多了 食欲也比之前强多了 你应该已经好了吧 文言 孙超马上捂着脑袋 真的吗 这多亏了如烟的精心照顾 不过 也就是外表看起来没事了 其实脑子里一团江湖 经常头晕目眩 哦 头晕目眩 头晕目眩还能玩游戏 一玩就玩到后半夜 还跟你的队友说 吃不到鸡不下限 孙超被我说得有些无言以对 这个时候妻子站出来说道 行了 江帆 你别阴阳怪气的了 孙超现在生病了 都多少天没出门了 好人也该憋坏了 只是打打游戏 又没干别的伤天害理的事 也许是孙超也意识到 我对他的忍耐已经到达了极限 他就主动提出要回去 妻子一直给他送上了出租车 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一回家 他就来问我 江帆 他走了 你现在开心了 我气得垂胸顿足 反问道 什么叫我满意了 这是我家 你是我的妻子 他作为你的前男友在咱家待着 你难道不觉得多余吗 江帆 如果我俩背着你干什么了 你生气也就罢了 现在我俩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干什么你都看得见 这你也要生气 你真的太幼稚了 每个人都有过去 我也有 你也有 我什么时候因为你的事情生气过 我承认 我承认每个人都有过去 但是我不能接受你的过去 到现在还没过去 你要是真的这么舍不得他 你当初为什么还跟我在一起 他大声质问我 我跟你在一起是因为我爱你 如果我对他还有感情 他回国的时候 我早就跟你离婚 跟他在一起了 就是因为那些都过去了 我们才会在你面前这么坦荡 我俩是亲了还是睡了 现在人家都被你气走了 你还要跟我歇斯底里 真是莫名其妙 这件事情在我们大吵大闹后不了了之了 在这之后不久 他就把手机的密码改了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手机都是打震动的 屏幕也是习惯性的朝下 这种重细节都说明了一件事 我们之间的隔阂更深了 而他们两个的联系依然紧密 而现在 他们两个的所作所为 也终于突破了我的承受能力 我也没有任何理由 再把他留在身边 既然他的前任对他这么重要 我愿意成全他们 并且马上就成全他们 我像往常一样 来到公司上班 上午我接到了前台的电话 说是有律师找我 我有些惊讶 没想到律师事务所居然提供上门服务 我原本是打算中午再去取离婚协议书的 但当我看见他的时候 就释然了 这位律师居然是我在大学时谈的女朋友 沈雪薇 也就是那段被柳如烟破坏了的感情 也是让我从暖男变渣男的感情 离婚这种事 总归是不光彩的 所以我带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我以为他是来看我笑话的 但是人家压根没正眼瞧我 全程公事公办 不过当他听说 我愿意把我爸妈在婚前给我买的房子 和柳如烟均分后 他还是很惊讶的 没想到 连离婚你都这么宠着他 我知道 他是在暗奉我当年的事 我正要跟他解释一下 结果外面就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 嫂子 嫂子您等一下 经理正在跟律师谈事 闪开 等他谈完了就来不及了 妻子横冲直撞 闯入了我的办公室 身后还跟着我们双方的父母 在看见了沈雪薇后 柳如烟恍惚了一下 还是很快就把这个人想起来了 他恍然大悟般指着我们两个说道 你不是姜帆的前女友吗 哦 怪不得 怪不得你要跟我离婚 原来是在外面有了别的狐狸精了是吧 姜帆 你今天给我当着爸妈的面说清楚 你是不是出轨了 柳如烟总是这样 当无法解决矛盾的时候 他就会想办法激化矛盾 让更多的人来解决 他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把锅都甩到了我身上 我关上房门 老人们七嘴八舌地质问道 江帆 我们俩把女儿交给你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们的 江帆啊 我是看着你长大的 你也不是这样的孩子 今天你必须给我们老两口一个解释 亲家公 亲家母 你们先别生气 听江帆把话说清楚 我相信我儿子的人品 柳如烟得意地看着我 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如果我还不妥协 他接下来还会闹得 全公司人尽皆知 可现在的我 连曾经的挚爱都能放下 还有什么是我放不下的呢 脸面嘛 他都不要了 我干嘛还替他收着呢 我拿出手机 打开了孙超的朋友圈 然后交到了我岳父岳母手上 爸妈 在你们跟我问责之前 先看看这个吧 看见了妻子的裸照之后 岳父岳母面部肌肉僵硬 什么东西啊 给我看看柳如烟不懈地抢过手机 而后 他脸色大变 他发狂地摇着头 不可能啊 这不可能啊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呢 孙超发到自己朋友圈的照片 总不可能是我批的吧 你昨天晚上夜不归宿 不就是去给你的前男友 当模特去了 柳如烟慌乱地解释着 他 他明明答应我 不 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这怎么可能 啪 岳母一气之下 一巴掌打在了柳如烟的脸上 指着他骂道 如烟 你怎么能干出这种有乳门风的事情来 我和你爸的老脸都被你给丢尽了 岳父更是被气地捂着心脏 几乎昏厥 我们健壮赶紧给他吃了塑校救星完 然后将他送往医院 本来沈雪薇打算提出告辞 结果被柳如烟给拦了下来 沈雪薇 你还要不要脸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对我老公贼心不死 他已经是我男人了 亏你还是个律师呢 居然还想破坏我们的家庭 沈雪薇淡定地跟妻子说道 一个合格的前任都应该像死了一样 永远不打扰 所以 真正破坏了你家庭的 是你自己 至于 我 只是一名给江帆送离婚协议书的律师 所以 如果你在造谣 我会起诉你侵犯我的名誉权 妻子被沈雪薇教训得哑口无言 我们一大家子随后赶往了医院 岳父很快脱离险境 但是面对铁样的事实 他们老两口也没什么颜面劝我了 我跟公司请了假 准备和柳如烟详细商量一下离婚的事情 结果我们前脚刚进家门 后脚孙超就来了 柳如烟立马拉着他坐在了我对面 质问道 孙超 你把朋友圈的事情给我解释清楚 你不是答应我不给别人看了 为什么还要发朋友圈 为什么还要屏蔽我 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孙超解释道 如烟 我的朋友圈不是屏蔽了你 而是设置了只有江帆可见 我想着 江帆是你老公 你的照片给他看 不是很正常的吗 我之所以给他看 也是向他证明一件事 咱俩之间的关系是光明正大的 我找你帮忙 就是为了让你帮我完成这个作品 完全没有别的意思听到孙超的话 妻子如是重负 他走过来晃了晃我的胳膊 撒娇道 老公你听见了吗 其实这件事就是个误会 我一开始怕你吃醋 才没有告诉你的 现在你知道了 我跟孙超都是清白的 你不要再生气了好不好 孙超也跟我说道 江帆 我听如烟说了 你都要跟他闹离婚了 咱们都是男人 你就不能大度一点 这样 你要是真有什么气 你就冲我撒好了 你打我一顿都行 就是别再伤害如烟了 他来到我面前 似乎做好了被我做的准备 而我的余光注意到 妻子捏着小拳头 看起来非常紧张 好像生怕我真的朝孙超挥拳 我不知道他是担心我会打坏孙超 还是担心我会因此遭受牢狱之灾 可我并不会这样做 一个女人 只有在绝对信任的情况下 才会让对方把她毫无保留地 留在照片里 当我知道 我的妻子毫无保留地信任另一个男人的时候 我的心就已经死了 所以 我不会因意识冲动 去做任何自毁虔诚的事 我只是淡定地看着他们 说完了 也演完了 如果你们没有别的剧本了 那接下来 还是好好聊聊离婚的事情吧 江帆 因为这点误会 你就要跟我离婚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我不同意 我坚决不同意 他又跟孙超说道 孙超 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这种忙 以后这种事 你不要再找我了 然后 他将孙超打发走了 如果他这番话 在发生这些事情之前说出来 我应该会很高兴吧 可迟来的情深比草剑 到了这一步 无论他说什么 做什么 我的内心都毫无波动啊 妻子坐在了我身边 靠在我肩膀上 老公 你放心 我以后会跟孙超保持好距离的 我爸也因为咱俩的是气倒了 我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再说了 我跟孙超又没上床 这次的事情就这么算了好不好 妻子就像小猫一样 他知道我很吃他这一套 他认为 只有上床才是他应该遵守的底线 他这样的想法 跟那些只要带了就不算出轨的女人 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将他推开 单单道 如果你坚持不同意离婚的话 那我只能起诉离婚了 我搬出了家 找了一家包月的宾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 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清风 我不再关心妻子的动向 也不在乎她是否夜不归宿 我不用再一下了班就往家里跑 给柳如烟做饭了 也不用给她拿快递 洗衣服 涂脚指甲 我恢复了社交 重新融入到年轻人的圈子里 原来 我曾经为了柳如烟固不自封 放弃的是这么五彩斑斓的生活 由于之前柳如烟来我们公司找我闹 所以公司上下都知道我准备离婚的事 这不 好几个女员工趁机都想跟我打得火热 虽然我对她们没什么感觉 但是身边有她们叽叽喳喳的 确实会让我更容易从失忆中抽离出来 这天下班 妻子找到了我 已经一个月没见了 她憔悴了 也瘦了 平时喜欢将自己打扮得很精致的她 今天看起来却有些邋遢 说真的 第一眼看上去 是有些心疼的 因为我们除了是夫妻 还是认识了超过二十年的朋友 一见到我 她就眼圈寒泪 委屈地朝我走了过来 老公 已经一个月了 你还没消气吗 你知不知道 过去这一个月 我切菜割伤了自己的手指 快递放了三天 才想起来拿 这段时间没有你 我的生活一塌糊涂 你跟我回家 我们好好过日子好不好 妻子的话 就像是能把骨头泡软的醋 她就像是一个被我给惯坏了的巨婴 我承认 有那么一瞬间 我是想再给她一次机会的 但我马上就拨乱反正 我之前难道没给过她机会吗 我的让步和妥协 换来的不是一次又一次的伤害吗 于是我平静地说道 你说的这些并不是爱我的表现 只是单纯的依赖罢了 什么做饭 洗衣服 拿快递 这些事你顾个保姆 都能为你做的 我相信 如果以后你跟孙超在一起了 他也会愿意为你做这些 不是的 不是的老公 你相信我 我跟孙超真的只是朋友 我跟他是不可能的 我承认我很依赖你 难道依赖就不是爱了吗 我苦笑着反问他 好 那我就按照你的逻辑 接着往下说 如果依赖也是一种爱 那么孙超一定很爱你 因为孙超大事小情都找你帮忙 而你对他事事有回应 甚至不惜伤害你的丈夫 这又算什么呢 算是你接受了他的爱 我 我 我用妻子的逻辑去打败妻子 让他一时间不知道如何反驳 我不想跟他再在公司门口拉扯 所以提出了回家 一是跟他在好好聊聊离婚的事情 二也是收拾一下我自己的东西 因为结婚这么多年 妻子一直都没工作 我俩要是真离婚了 他可能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所以我想把房子留给他 等他找到工作了 生活重新回到正轨了 再把50%的房款给我 毕竟两家人都认识了20年了 即便我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 我也希望给双方留一点体面 结果到家后 就看见孙超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孙超 你 你怎么在这 我不是说了你今天不要来吗 妻子慌张地质问道 随后立马跟我解释 老公 你听我说 其实 其实是这样的 我前几天心情不好 孙超 孙超担心我出事 就来咱家陪了我几天 但是他睡客房 我俩什么都没有的 我笑了笑 说道 每次都是这几句话 你说不腻 我也听腻了 你还不明白吗 事已至此 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什么 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满不在乎 好像是触碰到了妻子内心的禁区 他突然生气地质问道 江帆 你真的不在乎我了 你真的是铁了心的要跟我离婚 我点了点头 自从沈雪薇出现后 你就跟变了个人一样 我看 你是为了他 才故意找茬跟我离婚的吧 他是律师事务所的 是吧 我非得找他领导问得清楚 他勾引别人老公 破坏别人家庭 到底有没有人管 这件事跟沈雪薇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法律上的是 我这几天也麻烦了沈雪薇不少 我绝对不能让自己失败的婚姻 去影响一个毫不相干的人 所以我赶紧抓住了他的胳膊 柳如烟 你给我适可而知好不好 不是每个前任都像你的前任一样 阴魂不散 听到我们的对话 孙超立马煽风点火般地说道 江帆 如烟为了你 整天一泪洗面 你居然跟那个女律师有一腿 你这样做对得起如烟吗 我告诉你 要不是如烟拦着我 我早就想揍你一顿 给他出气了 我指着他说道 孙超 把你的嘴放干净点 你说我可以 不要把不相干的人卷进来 哟 你这是心疼那个女律师了 宝贝 咱不哭 走 我陪你去找那的贱人 我们要曝光这对狗男女 也让你爸妈知道 你们离婚的事不怪你 都是江帆的错 有孙超的推波助澜 柳如烟更加肆无忌惮 面对这种莫须有的指责 我真的生气了 盛怒之下 跟孙超扭打在了一起 我在他身上受到的委屈 已经够多了 如果不是他 我的家庭不会支离破碎 如果不是他 我也不会在那么多个夜晚 夜不能寐 所以我下手很重 打得他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江帆 你别打了 孙超他身子骨弱 他经不起你这么打的 妻子用力地拉着我 而这件事情随着邻居的报警 我被带进了派出所 孙超则因为伤得严重了些 被送进了医院 对于打架斗殴 警察一贯的原则 都是劝我们私了 而在我跟孙超谈判前 沈雪薇找到了我 交给了我一个东西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把这个带上 必要的时候 他能帮你的忙 我点了点头 向他表达了谢意和歉意 独自来到了病房 别装了 咱俩动手的时候 我尽量避开了要害部位 你说的都是皮外伤 看见他鼻青脸肿的模样 我并没有消气 孙超理直气壮地说道 那怎么了 你给我打成这样 不给我拿个二十万 别想让我撤诉 我找人问了 就我这些伤 你起码要进去待个一年半载的 到时候 你的工作可就丢了 祸 二十万 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 你看起来也不是缺钱的人啊 怎么 是不是想通过这件事 要挟我跟柳如烟离婚啊 其实你就算不这样 我也会跟他离婚的 我现在巴不得赶紧成全你们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听到我的话 孙超露出了一脸的不屑 江帆 你真以为 我想跟柳如烟在一起吗 我不解地反问道 难道不是吗 这半年来 你就像一只苍蝇似的 围着柳如烟 难道不就是为了 把他从我身边抢回去 哈哈哈哈 孙超大笑道 江帆 你真想多了 我实话告诉你 像我们这种玩摄影 又有留学经历的海归 是不缺女人的 柳如烟 我几年前就已经玩你了 要不然 我出国的时候 怎么会跟他分得那么干脆 但是 我特别喜欢看见 有情侣为我吵架 特别享受 让别人的老婆 为我忙前忙后 刚好柳如烟 也没什么边界感 所以我就一直利用他 到现在 这让我很有成就感 至于我想把他抢回来 都是无稽之谈 说真的 我对二手货没兴趣 但是我对那些别人 正在使用的东西 很有兴趣 我是做珍宝的女人 在别人眼中 只是供他享乐 照之即来 挥之即去的玩物 这人世间的事 就是这么残酷和可笑 你说这些话 就不怕柳如烟知道吗 孙超满不在乎地说道 他又不在这 我怕什么 实话告诉你 就算你们离婚了 我也不会娶他 不过 柳如烟对你的依赖 还真的挺牢固的 这几天 我一直在劝你们离婚 可他却斩钉截铁地告诉我 他不会跟你离婚 我不解地问道 既然我们离婚了 你也不会娶他 那你为什么劝他离婚 你不是喜欢勾引别人的老婆吗 我俩要是离婚了 他就不是我老婆了 孙超接下来的话 让我触目惊心 因为你们俩离婚了 他可以分到一笔财产 我现在需要钱 我需要很多很多钱 这也是我跟你要20万的原因 如果你不给我 我只能跟你的妻子要 如果你的妻子不给我 我就会拿着他的裸照 去威胁他 威胁他的父母 这就是孙超的本来面目 之前的世界杯 他赌球输了500多万 其中有400多万 都是借的高利贷 如今已经滚到了800万 他被迫卖了自己的房子 还卖了他父母的房子 才堵上了300万的窟窿 剩下这几百万 他只能靠坑蒙拐骗 所以过去这一年多的时间 他利用自己的职业之变 给很多女性顾客 都拍了和妻子差不多的照片 他一边玩弄这些女性的感情 一边从他们身上骗取钱财 我表面上答应了他的要求 说现在去给他准备钱 临走前 他还不忘提醒我 姜帆 就算你把这些话告诉别人 我也不会承认的 你要是不想柳如烟的裸照 被全世界人看见 不想他跳楼或者得抑郁症 就乖乖地把钱给我准备好 我点了点头 随后离开了病房 然后关上了沈雪薇给我的录音笔 我把录音笔交给了沈雪薇 在他的帮助下 警方很快对孙超立案侦查 一天的时间 警方就找到了八名被害者 其中还有几个被害者 害怕影响到自己 不敢出来执政 而在妻子听到那段录音后 整个人都变得疯疯癫癫的了 嘴里一直重复着 不可能 不可能 两个月后 一审判决下来了 孙超因敲诈勒索罪 涉案金额超过了一百万 被判处了十年有期徒刑 并处没收所有财产 而且像孙超这种感情骗子 在监狱里面 也是鄙视链的最底层 听说进去后 被好好招待了一个月 让人打得都没有人模样了 至于他手里的那些受害者照片 则因为我报警及时 没有得到任何的传播 被全部销毁 我成了这些女孩的恩人 也得到了短暂的社会关注 变成了人们口中的英雄 网上的舆论很大 其中不少人对妻子口诛笔伐 他也不再跟我纠缠 选择了跟我离婚 并且自愿放弃所有的财产 对此 我并没有劝说 因为我只想让这件事情赶紧平息 从此以后 我不想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 从明正局离开后 看着手里的离婚证 我感觉这一刻 连空气都是清新的 从此 一别两宽 各自珍重 为了感谢沈雪薇 我请他吃了顿饭 后面因为工作上的事 我们变得更加熟络 我们把当年的事情重新复盘 他这才知道 当年我俩分手 我并没有真的出轨 而是柳如烟从中作梗 现在 我们自然而然的又重新走在了一起 婚礼上 在我们答谢来宾的时候 我在角落里 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但只是一晃而过 他就不见了 老公 你在看什么 没什么 好像看见了一个老朋友 哦 是谁啊 沈雪薇撅着小嘴而问我 是谁都不重要了 因为不会走散的人 终究会重逢 就像我们一样说完 我微笑着抓住了妻子的手 这次我不会再放开 全文完 这次我不会再放开 这次我不会再放开